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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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大型猫科动物 他们的每日开销 大概能顶普通人几个月的月薪 而说起印度富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怪的依然是琳琅满目 大排云集的 很多印度人对于头巾非常重视 所以这位印度 一个富豪景非常有意思 买不同颜色的劳斯莱斯来配自己的头巾 说道好吃 文莱苏丹哈吉哈萨内尔博尔基亚 打败了世界上99.99%的人 他拥有604辆 劳斯莱斯 是的 你没看错 是604辆 这是两年前的统计数量 这两年不知道 又有新收藏 一年365天 每天开不同的车出来 炫完全没有问题 而中国很多土豪 也是画风很炫 比如王思聪 豪车名表 也是数不胜数 自己的宠物王可可也很土豪 万元大排 帮和豪华生育 他什么 都是可可小公主的标派 但是偶尔也会接地气 和妹子吃路边炭也是有的 虽然以上这些浮夸 高调 享乐主义的年轻富恩 但不在少数 很多人也误以为 所有的亚洲土豪都是以上画风 但即使 亚洲富豪中不防一些低调手干的人 他们不显山 不露财 大部分是白手起家 就算再有钱 别想办法才不外露 在中国的富豪中 一家城市低调朴素的代表 他可以一套西装连续 多年都在穿 而价值一千岗人的西铁城外表 他出席活动一代就是十年 虽然私底下 他是百大本利顶级VIP 但是很少见他带出来新版 还有董小姐 虽然也是顶级珠宝的VIP 不差钱的女企业家 但平时穿的是打折名牌 买任何东西都讲究性价比 同样的 在新加坡 许多石干派 作风低调的富豪也大有人在 据统计 这些低调富豪大部分年龄在50岁以上 他们大都从事房地产和金融行业 是先锋时期的商人 这些老前代表中 很多人不仅是知名慈善家 平时生活也非常艰苦 即使是去度假 也会离开媒体 在私人岛屿里 享受真正的度假时光 远离社交网络 常年位居福布斯新加坡富豪榜的 黄志祥和黄志达兄弟 就是白手起家的商人 他们平时生活就很朴素低调 很少对外木材 和一般的爆发户非常不同 而另一位在福布斯榜上有名的 新加坡富豪林荣福 身交高达25亿美元 但他却非常注重保护私生活 并且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在电影《宅新奇远》里 姚子琼饰演的准活泼 就是典型的老前代表 他穿戴优雅 观念传统 对像女主Vitro一样 不同社会阶层 得然非常持有警惕之心 新加坡 网红博主Kalem说 我们圈子里的一些阿姨们 非常极力保护自己的家庭 如果有非同一阶层的人 想融入他们的圈子 他们会非常警惕 现实中的富豪和电影中的始终有差别 但只有钱财的来源合理合法 不管是高调还是低调 都是个人性格的选择 PS 关于疯狂的亚洲富豪 贩主之前写过一篇 男友去亚洲首富 婆婆姚子琼带千万珠宝 好莱坞小时代有多豪 在商务贩主夜对话框中回复 土豪就可以查看了 另外 说到炫富 神马牌子 爱蒂 SMP AIZI 还有一篇全王花式炫富 让人烦 被爱蒙时登场成 羊老虎 讲了全球收入最高运动员 美味色的奇葩生活 点击下方图片 就可以查看了 部分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Google和微博解图 商务贩出品 转载请著名出处 来源微信公众号商务贩 微信号 FEMA 新浪微博 at商务贩贩主 合作 BFANER xvip.163.com 有想看的文章 说这里就对了 Karen正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 来写下了这个故事 所以他笔下的富豪们的故事 大部分是有机可寻的 虽然很多批评人士表示 新加坡同样存在很大的贫富差距 电影对穷人视而不见 只显示了富有的华裔新加坡人 的奢侈生活方式 不过 不少看过影片的新加坡富豪都表示 虽然有点地方夸张了点 但我们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这样吧 据报道 新加坡每三十四人中 就有一个是百万富翁 差不多是世界上第六大百万富翁 密度最高的国家 那么这些现实中的富豪们的生活 华文是不是也和电影里一样浮夸呢 浮夸胜负的分割线 爱玩社交网络的新加坡豪恩代呢 而在亚洲国家里本就国土面积不大在新加坡 富豪圈子也很小 一位当地富豪说不管你在哪里 一旦你做了什么 每个人都会开始谈论 事情在这个圈子里传得很快 在赛金奇缘里 女主Rachel和新加坡首富儿子 在纽纽约谈恋爱的消息 瞬间就能传回新加坡 翻出感觉完全像是在看Gazup Go的节奏 这些圈子里爱八卦 爱炫富的富豪们 多以一些年轻的富二代 富恩代为首 他们可以被看作是New Money的代表 喜欢买大牌 限量款 以时尚达人字句 和一线品牌关系良好 经常游走于各种party之间 高调出街和度假 再通过网络直播给本司 新加坡豪恩代的洋气指数值 比欧美世上博主 数不完的大牌 限量着装 新加坡是一个十足的购物天堂 云集了各种云朗满目的大牌 很多当地富豪买奢侈品也非常疯狂 他们大部分拿着VIP客户奖 在网信店就会被直接带到VIP市 很多限量 定制款 都会专门为他们保留 女生都有一屋子爱马仕 普通人都能买得起的大牌 并不是他们在INS上炫耀的点 对他们来说 品味是其次 以量取身材 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好比富豪博主 他就经常会炫耀自己的高级定制力服 和BLC Madonna Lady Gaga 出资同一个设计师之手 Willabel非常喜欢在INS上示范拆卸两款的姿势 晒得最多的就是爱马仕 说起爱马仕 大家都知道买他家的包包需要排队 而在INS上颇为出名的新加坡富博太新颖 Jameco 他不仅爱马仕就有200多个 其中还包括了一只箱有245颗针石 价值高达432万美元的限量款喜马拉雅厄鱼皮箔包 而一辆取胜 喜欢将所有包包放在一起 一次信赛各够的新加坡土豪 绝不只有Jameco 一人 新加坡富豪 Peter Lim 的女儿Killy Lim 也是其中之一 他最著名的一张照片是这样的 Killy Lim 不仅家底熊厚 在名流圈的人员也如鱼得水 他不仅是赌完儿子和刘军前女友 还和C罗小辈等人都有交情 而苏扯集团高管的女儿 Jameco 我也是一枚晒豪宝爱好者 他的名牌包包夹起来超过80个 一次性都晒不完 男生晒珠宝绝不手软 爱个物 爱晒成堆大牌绝不只是女生的专利 肖亚轩的新加坡富豪小男友时正乡 正是如此 普通人买不到的Supreme的各种限量快超牌 它每一样都有 而足标新加坡的土豪INS博主Edion 则是一位晒购物带达人 原本是晒衣屋子购物带来着 没想到好家也跟着抢劲 圣诞节绝对是一个晒各种购物带的好时机 凑齐同种颜色不同品牌的购物带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另一位在INF上小有名气的富二代Kalim 因为家族在新加坡资产超过10亿新币 他自己也会赚钱 所以买大牌统不手软 他日常最喜欢晒的就是自己的LV旅行箱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在参加LV活动 Kalim是男生中的吃鞋狂漠 他说自己的鞋柜有超过200双鞋 中价值近40万美元 面对一面墙的鞋柜 每天穿哪双鞋怕是个男提 另外Kalim的大牌珠宝 外表也情有独钟 他经常都是一手金灿灿的画风 卡地亚钉子 Love系列 宝格力手镯等爆款他都有 和朋友一起去 才能显示豪门的朋友圈 百般的Richard Mill 三个期待 果然是Time is money 日常出行有超跑 私人飞机护航和买大牌一样 新加坡这些豪门在出行 是也很讲究拉风 炫酷 超跑什么的不新鲜 要限量款 数量大财值得在INS上炫耀 而私人飞机 游艇更是出行标配 限量豪车 新加坡富豪 Aaron Valentin 就喜欢晒自己一车哭的豪车 从兰伯基尼到马沙拉底 应有尽有 其中他最爱的就是 这辆雷射漆光的兰伯基尼跑车 每天都忍不住变换不同穿着 来待陪他 Jimmy Clark 最爱他这辆兵力敞篷跑车 晒的方式也很有自己的style 被鲜花和艾马士布置之后 才愿意开出门摆拍 他们在车里摆拍时 会刻意保持在INS风 到途中除了车 Logu想晒的大牌也年有尽有 力求一举多得 而前面提到的Loger Tate 不仅喜欢买大牌包包 更是豪车收藏家 他是8岁生日时 就有了自己的第一排定制款粉色兵力轿车 后来他的兵力更是源源不断 而到了20岁 他的生日礼物升级 一架私人飞机成了脑中屋 私人飞机 游艇 说到私人飞机 帅个舞带到人一点也不缺 不仅各种飞机可以供他在出行时随意选 上飞机前还有专人帮他提行礼 而私人飞机里的豪华类式 投奔舱员是必赛项目之一 INS红人灵新 艾雷兰就喜欢在机舱里的大凹造型 每次都配合不同的时髦搭配 私人游艇更是必赛的项目之一 满世界吃喝玩乐 日常晒度假 有钱有闲 所以玩乐自然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就像宅金起源 里的富二代们一样 他们随时都能开着私人飞机满世界玩 作为新加坡知名富豪的儿子 迪勒雷 是一个十足的户外玩家 他喜欢各种极限运动和科技产品 一年365天都在晒玩乐的照片 虽然他的DINS都是户外运动照 看上画风并不浮夸 但某个旋復起来 他也非常直接 晒钞票 金桥的时候不在少数 不过大部分爱晒旅游度假的新加坡富二代们 画风都像足了旅行博主 李莲姨和Lily的日常 就是穿梭于各个国家之间 他的旅游目的地听上去和看起来都要洋气 泡澡的时候一定要看得见瑞士雪山 入住上海景色最好的月容装酒店 以旅行博主自觉的 你一直在感觉地看起来都要去 然后再去预备 他也在感觉地看起来都要去 你一直在感觉地看起来都要去